国内接连发生保姆虐童案 五级安曼性罪案虐童及家暴调查组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10月 全国一共有73宗案件 而上个星期发生的11个月大女婴 惨遭保姆丈夫性侵及虐打致死案 再度敲响儿童保护警钟 提醒父母引以为鉴 谨慎选择保姆 11个月大女婴诺木雅扎拉 移遭保姆丈夫性侵和虐打重伤 送院治疗两天后宣告不治 初步调查显示 女婴尸体有被性侵的迹象 头骨也因遭到撞击而破裂 嫌犯在接受警方盘查时 承认事发当天曾帮女婴洗澡及更衣 但并没有承认性侵 22岁的母亲诺爱涵 对女儿经历悲痛难当 扬言要凶手睡在睡常 同样遭遇类似事件的另外两家人 则异口同声表示 他们不只需要面对失去孩子的伤痛 家中年幼孩子在咒试弟弟妹妹后 小小心灵留下不可磨灭的阴影 5级安慢性罪案 虐统及家暴调查组 数据显示 截至10月 全国共发生 73宗保姆虐统案 单单在去年 就接到一共136宗类似投报 凸显营造保护儿童的 良好社会氛围 刻不容缓 以杜绝悲剧再度发生